歡迎來到 Hey! Miss DJ 節目的訪問現場 我就是 Miss DJ Alsa 今天的訪問的形式非常非常的特別 然後我們非常的開心 可以碰到Eason 陳奕迅 Eason好 Miss DJ Hello Miss That's me Hi Eason 好久不見了 你好嗎 你好嗎 一切都還好 對 看到你就像看到老朋友 有 現在這種狀況你會不會 就是習慣了對不對 已經這樣子做訪問 完全不會啊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還是 面對面的做訪問 然後可能一開始的時候有戴口罩 後來因為台灣的狀況其實都還蠻安全的 所以我們就會面對面 有一個 Human Touch 的感覺 對 很好 在街上還是會戴口罩嗎 在街上要看狀況 人多的時候 人多的時候就會戴 然後或者是 台灣 台灣一直都有戴口罩的習慣啊其實 戴 對 對 所以有點在手環啦 或者是背張了那樣子的感覺 對 新的髮型吧 我覺得就是 2020跟2021的髮型感 嗯 這樣子感覺 很好 好啦其實這次主要目的要跟Eason見面是我們要聽你的新歌 非常的喜歡 嗯 我要首先 謝謝 對對對 你喜歡哪一首 因為我兩首都很喜歡 但是我比較 我可以看到你跳舞的感覺我很開心 所以就是致命日的舞的這個MV的表現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當然我會很喜歡 對 跟他們一起排了兩天 那兩天都很 嘖 呃 就是其實有點 其實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就會更 更有 那個感覺更深吧 因為平常你碰到陌生人 你都會 剛開始是有點尷尬 不知道 有說什麼話題啊什麼 但因為有舞蹈的 因為有一個 就是一直大家去 去學一個東西 對 就變成 讓 就是 就覺得 我們在疫情當中 好像我們都沒有在 就是 多了一份信任 就更信 更相信對方的 就是 你衝破那個 你相信 你覺得沒有問題 嗯 其實 就沒有那個 就沒有那個恐懼了 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因為就是 大家都往同一個目標來 一起努力 然後真的就在一個舞台上面 呈現你們一起努力的那個目標 齁 我覺得我在 尤其在你們的 呃一些 呃 幕後花絮裡面 其實我就有看到你們的這個努力 非常非常的開心 其實這個MV很能 很能夠表達這個 現在這個狀況的心情 是因為 好像就是一般陌生人 然後各自在自己空間 都 都相對的孤單 或者是相對的 恐懼 或者相對的 呃 有 是 有 有挫敗的感覺 嗯 但 但至少 這個MV就是希望說 這首歌 致命日的舞 就是希望說可以把 那 要提醒大家 你 你不是唯一一個 你不是 you're not alone when you're actually physically alone 你當然你是 自己一個 但是 呃 對 不管你受到有什麼 示意啊 挫折 其實 其實我們都在 我們的心都在一起 對 我在呼吸 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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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樣的空氣 一樣的 感受 同一樣的 會感受到明天有希望 因為它有 我們就是同一個 就接受太陽的能量 就是同一個太陽來的 對 就是那種感覺 嗯 其實你剛好回答了 我本來想要問的一個問題 我本來要 我本來列的問題是 致明日的舞 這個 這支的MV 你除了 你學了一些律動之外 你還想要點出一個 什麼樣的主題 可是你剛剛其實 就已經回答了 好 那我現在 反而要去問到就是說 那致明日的舞當中 我有看到你有稍微 學了一些舞 然後跟那些舞者 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是 現代舞的舞者 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是 那你在這個學舞的過程當中 你有什麼樣子的獲得 就很奇妙的 因為他們 不是每個人都是 跳現代舞的 有一些是舞台去演員 有一些是 有一個是寫詞人 Multitalent 那個女生 其實她 她 她的中學 中說 她的中說 還是中學 其實她 因為廣東話是一樣的 Snow跟Speak 所以 她有些時候是中學 有些時候是中說 Anyway 那另外一些 其實最多人問到的問題是 那兩個女生 在MV裡面出現 有兩個在大自然裡面跳舞的女生 雖然他們也是有 好像有點壓力 好像也是 不是很開心的一個狀況 有點 有點 有點受壓的感覺 那 我自己其實沒有問過導演 我就覺得 她兩個穿著咖啡的衣服 我多看兩邊之後 我就感覺到 她們就是 她也 她們也能夠代表 大自然裡面的生物 是 也許是動物 也許是昆蟲 也許是植物 但是她們兩個的性別 也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她們兩個 在做一些互動動作 是一致的時候 她們就感受到溫暖 感受到 有力量了 那這個跟 我們排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 很像 很切近的 因為我們 我講到你的 說到你的問題 我們剛剛認識的時候是很陌生 然後 當然大家都認識我是誰 我到那邊的時候 大家都 還 我感覺到她們還是 還蠻開心的 但我們帶入角色的時候 同時就跳同一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 有一個很奇妙的事情就是 跳完舞一兩次 我們坐在那個 在休息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可能 就 各自各的 坐在自己都 休息的空間 然後我也沒 也沒什麼 因為我覺得 其實每一次 所謂的合作 就是一個 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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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口 讓大家聚在一起嘛 嗯 尤其是現在那麼難的 所以我就開了一個話題 然後講講講講 就講到 不知道為何 可能是那個 剛好那個vibe 我就講到家裡人 其實啊 我的 我家裡有一個用人 他 離鄉別井的 來到香港工作 但是住在同一個屋裡 然後 講講講然後啊 講到一些很內心的東西 然後突然另外一個 我們剛認識 可能一個小時 的一個女生 她也開始講 她就學 她也講到她自己家裡 以前有用人 但是 可能 待遇不一樣 就是 會講到一些 她自己覺得 對不起她的一個 一個一個 就是講到一些 心裡的一些 應該說 吐了一些 心中的情懷出來 嗯嗯嗯 所以這個很特別的時刻 對我來說是 我們才剛認識 但是我們好像 都把 都把心扉打開 然後大家都 都能講到心裡話 嗯嗯嗯 就我覺得很 很特別 有沒有覺得就是 真的在疫情期間 這樣子難得的 跟人類的交流的時候 真的好像可以把你內心一些 嗯 平常沒有辦法靜下來 沈澱下來的一些事情 好像可以趁這個時間 好好地沈澱下來 然後去跟大家分享 欸 是 是可以的 嗯 因為平常 尤其是在香港的人 會相對 一直以來都是比較害羞啊 比較 比較內斂 或者是 或者是沒有時間 老實說 有時候是沒有時間沈澱 香港人很有名是就是 就是工作狂嘛 嗯 對 就可能 喝杯咖啡的時間 都都一直 可能 可能連抽根菸的時間 都覺得 要很趕啊 嗯 就是 就是 長期在一個 一個高 高轉速的一個狀態 所以 欸 好像 好像 突然 突然會 尤其是可能 我們這一幫人 都是 就是 都是 藝術的工作者 嗯 變成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 express 但平常也 suppress 就是壓抑的比較多 對 然後坐下來 大家可以放輕鬆 就 聊起來囉 然後就是 我就覺得這個 moment很特別 所以 這個永遠在 就是 這一陣子 在這個疫情當中 發生的一個 很warm的事情 對我來說 嗯嗯嗯 我相信 對他們來說也是 然後他們在 在MV裡面 呃 呃 呃 分享的 的 能量都是非常 非常棒的 嗯 嗯 這個歌真的是 很很 我覺得很 要感謝 很感謝導演 就Maggie 跟 他們 兩個有這個想法 讓大家可以 藉著這個MV去 揮發一下 呃 一些 一些 這是我們 在當中 我們不是 光要分享一個感覺 只是 也是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 可以 可以宣洩一些 一些 我們 身體不想要的能量出去 然後到最後 看到一個太陽 就覺得 啊 是 我們要 要 要看遠一點 不要看 不要 不要看 現在 靠近我們的東西 看遠一點 嗯 太陽出來了 我也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 MV當中 你後面那個很大的太陽 可是我看到的 不是只有 就是真正的 我們說啊 太陽出來了 我覺得我比較看到的是 從 這一首歌裡面 其實有提示到的 就是 就是你心中 其實本來就有個太陽 有時候那個太陽 可能是被蓋住的 可是那個太陽 永遠都是在那裡 所以我好像真的從這個MV 還有這首歌曲當中 真的感覺到說 欸 每個人的那個 內在那個太陽 就這樣 閃耀出來了 真的很美 所以說 我也要更更感謝導演的選擇 因為他 本來我有提 因為我聽這個歌的小樣的時候 因為他本來的歌 就已經 三年前我們收到 就是17年的時候 已經叫Tomorrow 嗯 那 我本來一直又想 我就回了 林佳謙一個E-mail 我說 其實這個歌 讓我想到Sunrise 就是好像在Sunrise 然後在大草原前面 就在唱歌的一個感覺 然後他 我就分享了這個 因為他跟導演都是好朋友 然後也跟導演說了這個 結果我覺得導演厲害的是 在棚裡面 設計了一個 Surreal的太陽 然後 Surreal的一個 一個 超現實的一個 比較夢幻一點的一個 一個 一個水面 一個海面 對 讓我們在上面跳舞 其實在太陽 在一個假太陽面前 不是假太陽 就是一個夢幻的太陽面前 嗯 跳舞其實我覺得 是更好的選擇 空間更大 嗯 很好 很好的創意 對 對 對 我替他們很高興 對 我也很久沒有拍過這樣子的NP 對啊 很久沒有學舞了齁 是 對 我們就很期待 所以我想說 你在疫情期間 就是除了 這樣子練舞 因為這首歌曲要工作 要練舞之外 有沒有在疫情期間在家裡 還做了一些什麼樣子的學習 比如說做菜 有做菜嗎 完全沒有興趣 完全沒有興趣做菜 對 有幫小孩做作業嗎 還是作業已經不會了 完全沒有 也都完全沒有 嗯 我會聽他彈鋼琴 嗯 然後 但最大的得著就是 spending time 就是跟他們花了很多 時間去 比如說聊天 一起去健身房 一起在家裡健身 或是一起去跑步 一起去跟 跟我們兩隻狗狗 陪伴他們聊天 是 對 溜他們 對 這個已經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是2020年的時候 你覺得最好的一個獲得 對不對 可以跟家人好好的相處 可以把腳步慢下來 嗯 是 因為之前都是一直在飛嘛 對 一直在 飛來飛去 其實我沒有太想念 沒有 沒有坐飛機的日子 嗯 對 剛開始有點不習慣 覺得 為什麼你 為什麼 我們都在 都在 這邊 哈哈 但我 我還 我還蠻嚮往的 就變成一個 一個 正常的 正常 但是又不用上 上班的 對 就是可以暫時先不用當 家庭 家庭 不用全職當歌手 陳玉勳 可以當就是 爸爸陳玉勳 對不對 老公陳玉勳 或者是 一個平凡人陳玉勳的感覺 其實也很忙的 因為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 香港的房屋 因為前陣子 常常下大雨嘛 嗯 也有很多 比如說漏水啊 香港 香港 哪裡 都真的 沒有一個地方是 是 不漏火的 對 所以你還要 你還要做 水電工 陳玉勳就是了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要去安排嘛 然後你安排 你也 你要 你也有知道 就是有時間去知道 不是要安排他們來修 就是你會知道 問題出在哪裡 其實這個 我很有興趣知道的 哦 你本來是對於這個 有興趣知道 嗯 結構 結構有東西都有啊 因為 你知道那個原因的話 你下一次就更清楚 嗯 就是啊 你可以跟下一個 下一次的師父說 啊 之前是發生過什麼事情 嗯 所以就啊 現在可能 有沒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情 我很喜歡這種東西啊 啊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在這麼平常的 這樣子的一個話題當中 我們就來聽 至明日的舞 感覺起來 就是非常的有 就有太陽神奇的感覺 我們待會待會 我們要來聽到你的啊 在昨天新上架的新歌曲 好 約愛是淡口開心 繼續回到 Hey Miss DJ節目的訪問現場 很開心 可以透過視訊訪問Eason陳奕迅 嗯 Hey Miss DJ 搖什麼搖啊 我們現在要聽情歌了啦 要聽你的新歌 還是可以搖啊 你還是可以搖啊 沒問題 嗯 情歌就搖得比較慢一點 我們搖比較慢一點點 在這個新歌啊 我們邊聽你的情歌之後 我們要來邊有這個 粵語教學 但是在粵語教學之前 我們要先交換一下 就是我們有這個 國語教學 普通話教學 就是你剛剛講說 好 你家裡會有漏水啊 要去找啊 結構啊什麼 那個叫抓漏 啊抓漏 有漏的東西 把它抓出來 好像抓小鬼一樣 就把它抓出來 抓漏 對 那那 抓漏 抓漏是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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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動詞嘛 就是動動動態嘛 對 但是他也是 我們去找 那如果他漏 漏的過程怎麼形容呢 嗯 漏的過程怎麼形容 就漏水啊 就是漏 有水 有水痕在在就是 就是慢慢滲透出來 嗯嗯嗯 那怎麼形容 有沒有一個名詞 可以說就是 啊我我家裡 不能說我家裡漏水 對不對 就是 你牆壁有癌 我回家抓漏啊 你牆壁有癌 就是可能講說 我家有臂癌吧 牆壁有cancer 所以牆壁癌 所以我們說 我家有這個臂癌 所以要找人來 應該是有漏水 這樣子 嗯嗯 怎麼樣 對啊 這樣子不錯吧 這樣子這個 普通話教學 OK吧 或者是 OK很好啊 這個很嚴重喔 對啊 那我們接下來 我家裡有漫 有漫星鼻癌 OK 可以這樣講啊 我家裡 所以有 可是通常 對通常這種漏水的時候 發生的時候 都已經有一陣子了 你才會發現到嘛 所以才會有這個 cancer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哈哈哈 不錯齁 你要記下來喔 下次我們在面對面的時候 我要考你 好 那我們接下來大家聽的是 新歌囉 試彈求其愛 我一開始不會斷句耶 就是我不太曉得要斷在哪裡 所以我就稍微的去 找了一下資訊 就是粵語 這個名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試彈是一個詞 求其可能是一個詞 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試彈求其愛的意思嗎 試彈應該是 其實兩個都差不多就是解讀為 解釋為 隨便嘛 所以就是隨便 隨便隨便愛的意思嗎 隨便隨便愛的意思嗎 但是試彈跟 試彈跟求其是有一點點差別的 我覺得 求其其實跟 我自己猜的齁 請請猜 求其的 求其的 求其的點故應該是從 就是求其 就是 比如說 這個歌也可以唸成 是 但求其愛 OK 可以 這是書面語的 解讀方法 可以這樣說 是 但求其愛 哎呀 安靠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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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他的愛 嗯 我不是 所以 但是 適當求其 我覺得求其 是比較像 我自己不要選擇 就那個隨便的意思就是 我不選 求其 你去求對方嘛 求他 求他吧 就是 我無所謂 就 你求他 考其啦 考其 考其 比較有一點點隨緣的感覺 隨對方 相對 相對更不負責任的 我覺得 就是我不想負這個責任 你求其吧 嗯 求其他人 求其他 對 但那 我不知道是 對不對 然後 是但是 yes but 就是 yeah but you know 就是我 我沒辦法拿阻力 懂 雖然聽起來好像 哎呦 你們說吧 但是那個 yes but so 我是有一個 我覺得 yes but 呃 就比較負責任一點 懂 但是 還是 就是做不了決定 就 所以Eason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所做的心情比較是 yes but 這樣子的方式來詮釋這首歌 其實都有 因為 因為你唱到那邊 我沒有特別去想嘛 嗯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說 若愛是 但求開心 我們問 要不要求其傷心 就是 所以他的解讀是 有些時候是 有些時候是 若愛是 但求開心 要不要 愁其傷心 就 casually casually sad it's like on me like ok 但是有些時候是 若愛 是 但求開心 就是 casually seeking for happiness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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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其傷心 if I'm casually like seeking for happiness is it is it appropriate for me to seek the sor 對方的 sorrow 對方的 sadness 對方的 sadness 這樣 哇 有這樣子 所以有些時候會轉的 有些時候會 有些時候會想要 有些時候是 若愛是 但求開心 我們 又不要 無聊到 under 有些時候是 A1 A2 有些時候是 B1 B2 有些时候是A1B2 有些时候是B1A2 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 就看听那个人 其实这个歌呢 他没有说要分享什么爱情观 要叫你怎么去谈恋爱 不是 他就是反正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 不一样的阅历 所以是 其实好像听着在问自己 到最后其实也没有conclusion 其实说 after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然后爱七色五味都分成 就是 it's all there 这是很多 很丰富的 love is more 很多possibility 很多可能性 但更多灰尘落入无韵 就是 you know the more experience the more 你有多点的经历 你就会 你就会有更多题目吧 这个真的是很大人的情歌耶 很大人的情歌 40多岁就差不多了 而且你刚才 而且你刚才就是有一段 都是在用英文来解释 然后我就开始想到说 这个真的就很像是外国人来看港片啊 这个周星驰啦 或者是刘德华啦 就是真的就是要靠那个English subtitle 然后来看到这个港片发言 我觉得好有趣喔 好乱啊 Eason你一开始在那个 就是跟台湾媒体聊天的时候 有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有生疏了吗 就是自己的国语有生疏吗 因为毕竟你也有一阵子没有讲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就是 我想我最自然的 因为我开始学国语是在台湾嘛 是啊 在台北嘛 然后就比较南方一点的发音 但有些时候去内地工作 你就会 可能文法啊 就有些口音 口音就变得不一样 是 轻重的位置 所以 也是有些时候 我那个那个机器 那个在那个翻译器 没有太灵光 就是你刚刚有听出来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喜欢听你讲英文 而且我很喜欢英式的英文口音 好好听喔 但我跟American讲英文 也会变得有点相对American 你就是鹦鹉的 你就是鹦鹉的感觉 对不对 跟什么样的人讲话 你就会 就会把他们的 pick up他们的一个 那个口音出来了 I am simply a robot I you know just copy manipulate human beings 好 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然后同时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因为其实 至明日的舞 以及事但求其爱 两首歌曲让我们 有认识了一位创作者 就是林嘉谦 对 他很 很talented 非常的 非常的有天分 而且在 事但求其爱这首歌 其实 我们合作完之后 我更 欣赏他的品位 跟 就是他的选择很有趣 一般来说 这种 就是情歌嘛 就是会 会 副歌的部分 有和声让他更 更丰富 那个情绪更就是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那种和声 去让这个歌更丰富 但 很奇怪哦 他就副歌没有和声的这一次 就是觉得 反而他着重的是 在会时之后 没料到 深深的拥抱 和力 和力 擦出 擦出 火花 和意外 就是 这样犯 很难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反而他在那边 加了和声 但又好像很 因为那边的情感更浓烈 刚刚在会时的那种感觉 那个叫什么 搞不 久别重逢 的感觉 更 没料 我留到 深深拥抱 就不知道 能不能有再次见面的机会 什么 就很 所以那一段反而有和声 但是 回响就 突然有一个和声 感情重发起我 灵情重发起 又变成一个人 就好像 我觉得 好像又很没理解 那边有和声 副歌反而没有 然后他用那个 常号来 重点是 那个常号 the trumpet when it comes in 对 哇 哇 那种很 他的音 他的音服是 是很直 很直 极了的感觉 对 我觉得 其實他有一種Womp 因為你可以用一個音樂彈奏就更好 那種那種那種音色 對嘛這個有種Womp Womp的 所以他選他的Taste很好 對 所以非常的期待 就是之後應該會有再跟他合作的其他的歌曲 但是如果下次我們可以聽到的是國語版本的話 哦 我跟你說 這首歌其實國語版本是有的 比我還早先錄的 是葛大偉寫詞的 歌手是一個新人叫顏正蘭 山峰蘭的那個蘭 OK 他 因為其實我跟你說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你只是收在顏正蘭的專輯裡面了嗎 啊 我不知道就是專輯 但是網上肯定有他的這首歌來可以聽到的 OK 是怎麼樣的 因為這首歌是我19年才跟佳謙說我要做 就是因為有一天晚上小客 小客是一個住在內地的朋友 他說香港的寫詞 他說我很想寫詞 你有沒有一些歌 因為在我愛在他認識裡面的人裡面 認識的人裡面 我是有他覺得我是擁有最多小樣的歌的人 所以他就答給我說 他就答給我說 你有沒有歌我想發揮一下 那我就給了他這個歌 這個歌是我沒有hold到的 嗯 我就給了小客去年的新歌 他寫幾個小時之後就把它寫完了 寫完之後 我改天就碰到林佳謙 我們沒有約在街上面偶遇林佳謙 嗯 就太有緣分了 所以我就我就邀請佳謙要不要做這首歌 嗯 但是他就跟我說 其實這首歌本來是 呃 因為葛大偉跟跟 呃就是幫奶茶 葛大偉跟跟呃 陳建勤 幫奶茶在收歌嘛 後來的我們 他就 他就收了林佳謙這首歌 為了這個 後來的我們那個電影 收主題歌 OK 結果沒有用到 啊 沒有用到呢 葛大偉就覺得 葛大覺得 哦 這個歌還是很好聽 那不如 就是賣給一個新人 就是介紹給一個新人 呃唱 然後他寫 是 就那個 顏正蘭 就是顏正蘭 哦 OK 就唱了 所以所以這個我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我是翻唱 顏正蘭這個歌的 顏正蘭是我們很喜歡的一個演員 然後他也是歌手 對 所以你可以唱到 哦 對 下次如果來到台灣的話 我覺得那個這樣子的 她是新人嘛 對不對 女的新人 呃 應該又兩三年了 但在戲劇上面比較早開始 雖然他一開始也就是 要走唱作歌手的路線 太好了 但其實我沒有聽過那首歌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嗯 好好好 非常的期待呢 也許 也許如果我要唱過一段版本 可能就唱他那個版本 就是葛大詞的那個版本 是 嗯 好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可是 呃 我們有在 呃 之前有先問你說 就是在 呃 疫情期間當中 或者是你最近吧 最近很喜歡聽了哪一些的歌曲 然後你有開了三首歌曲播來給我們 嗯 對啊 是 嗯 可能都是 很自然就選擇了一些 比較輕快的東西 是 欸 Bill Wither Bill Wither 是因為今年他去世的時候 你特別把他的歌跳出來聽嗎 哇 不是 哦 他去世了 對 我不知道哦 哦 哦 我祝福他 嗯 我不知道哦 ok ok 好好好 然後你另外 你另外選的歌 有一首我自己也好喜歡哦 我看到你 你選了這首歌曲 我就覺得說啊 這是回到那個 以前在念書時期的感覺 就是Fairground Attraction的Perfect 就是老鬼嗎 哎呀 欸 可是Perfect 就是感覺像 Perfect跟 世代求其愛這樣子的 就是戀愛觀 是不是有思念 剛好不一樣 相關 剛好相反 對因為你 因為在疫情當中 可能就想到 就是有時間去想想 哎 老婆 我就會突然想到 哎 有一首歌我好 好久沒聽到了 就是 你讀書的時候 有常聽的Charts Music 對 It's got to be Perfect It's got to be Wordent 對啊 我好喜歡這首歌 然後就看到你選了這首歌 這首歌非常的開心 太多人會選擇 第二首歌 但我沒有想到任何的 對不對 對 我沒有想到任何的 對 它必須要做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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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要求 對 很輕鬆吧 但是這個歌 讓我的 就你會可以一直聽啊 那個叫什麼loop loop那首歌 對 就這樣子 每天的歌 而且其實這首歌曲 又很輕鬆的過程當中 會讓你就是有一個 有人會覺得說 你要求完美 真的是有點太嚴苛了 可是反而這首歌曲的 這個情緒節奏 又是那麼的輕鬆的感覺 就會覺得說好像可以 輕輕鬆鬆的達到 找到一個完美的對方 對 是有可能的 其實第三首我忘了 第三首你選的是 Billy Joe 的 My Life 也是輕鬆的歌曲啊 My Life 這首歌你知道嗎 是我女兒介紹我聽的 等一下 所以你女兒是邊彈琴 邊跟你講說 你真的要爸爸來聽 這個Piano Man的歌嗎 Piano Man我聽過 Honesty我聽過 那個什麼 她的所有 We didn't start the fire 對 Don't go change Just the way you are Just the way you are Just the way you are 那些我都聽過 但是欸 我原來從來沒有聽過 她接觸到這一面的 Billy Joe 還有另外一首是 這個就是了 My Life 對 另外有一首 哎呀什麼什麼 Dave Song 她其實你知道嗎 我女兒就跟我說 欸 Dad 你有聽過這首歌嗎 我說我真的沒有 然後她就介紹我說 欸你覺得像米可嗎 米可 米可 OK有很多人 很多人在米卡出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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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講說 她是新一代的 Billy Joe的感覺啊 對 我沒有聽過這一個 所以我從來不知道 所以我女兒介紹我說 喔 哇 Billy Joe You know This is really cool song Really cool song 好 所以我們會一起來聽到了這幾首的歌曲 然後今天呢 非常的謝謝可以跟Eason來聊天 然後來聽你的新歌 這其實 當然啦 我們也是身兼重任 就是我們一直想邀請Eason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來台灣 台灣舉行演唱會 然後我們有幫你規劃了一下 台灣 啊 眼頭如搗酸 台灣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後你可能都還沒有去過 然後 也許你一次來的時候 可以去好多的不同的地方 你剛才有講到了就是 致命日舞當中有太陽 然後有海嘛 台灣就是台東 台東那邊就是有一個奇景 叫做月亮海 想不想在這樣子的一個場景 我就這樣 我就是要去這一間 對我就是還沒去過台東 哦 然後你要在滿月的時候 在海間舉行演唱會 這樣啊就是天上有一個滿月 海當中還有一個倒影的滿月 那個叫做月亮海 你好像可以在這樣的地方唱歌耶 我們都要去第一間 是花蓮嗎 是台東 台東就沒有 就花蓮是在附近嗎還是 花蓮也在附近啊 就是台東完了 你就可以去花蓮 或花蓮完了之後 你可以去台東 他們可以一起 都去嘛 但是帶可以來的話 帶長一點點 嗯 對 然後可能就抱著一個服務 然後游回香港是嗎 然後被抓 偷渡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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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可能會跟著你一起 一起過去要抓 真的要抓 好多人 整個舞台都是浮動的 那可以 那可以在夏天 從台中唱到香港耶 那可以在夏天嗎 因為如果是冬天的話 可能會有點太冷了 泡在雪裡面聽 好冷的感覺喔 對 不過是真的啦 我們真的很想你對不對 嗯 謝謝 我也很想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 我還沒還沒真人的見面的時候 我們先 先保重好身體 是 繼續每天都多運動 多喝水 對 所以你 只好健康 所以你剛剛講說 你會去健身房運動 然後會去跑步對不對 對 我是非常討厭跑步 但是我現在都已經 也只能夠 對 我真的 很很討厭 真的很討厭 而且我 我下半身那麼重 就是很難跑動 好像動起來 因為我有 我有朋友 或朋友的朋友 常常就會在臉書上面講說 啊我今天碰到了周潤發 啊我今天碰到了周潤發 他們都碰到周潤發 他們都沒有碰到陳奕迅 表示你真的很少出去跑步耶 對 我在 我都是在跑那個treadmill 跑步機 跑步機上面 嗯 跑步機對 然後就練 那個好像gogoboys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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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CARDIAL 妳們 好 我們這邊也是 好 就是非常的期待 可以在聽到一層的新歌 然後就是對期待的就是可以跟你近距離面對面 谢谢 然后身体健康 大家都健康 然后保持开心 对你看 明日是非常有希望的 是的 好那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再见 Huck 拜拜 Virtual hug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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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相容 莫论背沉 若爱是但求安心 怕只怕随便安稳 若爱是但求今生抱恨 你 你